大家好我是雅思源 儘管12月難道我天天要別撕來 但該介紹的新翻還是一定會有的 除了許多將繼續跨機播送的新翻 12月方才開始播送的鬼滅之刃由郭篇以外 也意味往常會有更多的全新動畫等著各位探索 以下就來在新翻之海中 精選12部來為各位推薦推薦 參考之餘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追蹤我的創作喔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由白毛美少女有異世界轉生的本作 描述在VR-MMO ARK EARTH ONLINE中 扮演九賢者之一的老賣招攬出世鄧布利夫 同時在現實中為二三十歲青年的少森健 在某次遊戲中睡著 卻就此意外來到成為了現實的遊戲世界之中 而且甚至不再有老賢者的威風 成了初初可憐的嬌小少女 為維持辛苦盡力的賢者形象與尊嚴 為了尋找其他的賢者 他便開始以鄧布利夫的弟子米拉之名 創蕩這個充滿奇幻與冒險的世界 集結許多讀者喜愛的要素與醫生 創下135萬部銷量的 《梅少女轉生器情小說》系列 現在最大的挑戰就是正式播出時 能不能好好穩定品質了 天才王子的赤字國家重生術 又又又是白毛 劇情起始於一個資源、人才和兵力都相當匱乏的弱小國家 年輕的王子維恩雖然文武雙全又深受臣子信賴 但心裡卻有個博言者的願望 那就是 把國家賣了之後 塔姿咬咬 然而上天卻也沒趁這個想悠哉過活的賣國賊的意 不但於隨後多個外交國事上出乎意料裡得到大量利益 更賺得了名聲 贏得了名聲 這反而讓想賣國的他更齊虎難下 充滿驚奇 動搖與無言的國家經營術 也就此開幕 選出小數的副標題 對了 就來賣國吧 差不多就解釋完了前期的主著和主角心境 是一部CV陣容豪華 有聲有刺又有趣的動畫 轉生系的情小說就真的都很誇張 但姑且還是繼續看下去 本作講述由於意外事故 只能靠維生系統勉強過活的少女個物貴菜 於現實中普遍的軀體 唯有於VRMORPG里亞德魯之中 才可以自由活動 然而某天 他因為維生系統的停止 而不幸失去生命 卻也在重新睜眼之時 發現身處於200年後的里亞德魯世界 以高等精靈奎納的身份 他開始調查這200年間發生的事情 同時一開始融入活在這個世界人們的生活之中 活過來的NPC 自己作弊般的等級與技能 未知的謎團與新世界 正等著他逐步探索 所以說這類作品真的是爛大吉啊 不過一個原本極頗有口碑的作品 相信還是能試試的 瓦尼塔斯的手札下半季 這個曾在7月播出了上半季 一併人為普遊記擔當音樂骨頭社改編的好動畫 舞台位於巴黎 是個關於可以對吸血鬼施以周遇 由著機械裝置的魔導書的故事 在紅銅的吸血鬼諾亞 邂逅了自成繼承蒼藍吸血鬼之名的人類瓦尼塔斯後 一件件詭異的事端 與殘酷過去的記憶 慢慢浮現 伴隨著旅途 與死亡 他們經由著手札的陰道 遇上了更多人 也一步步地往悲劇的手术前進 上半季的節奏並不算快 不如說之前的動畫都只是 序故事 由此處才正要開始 時而搞笑時而耍帥 卻又在劇情層面嚴肅而認真 是個非常值得期待的序伯作 殺手之間不合理的愛情 於城市與黑暗中純動的陰謀 這部漫改描述神出回眸 孤獨的迷迷眼殺手 兼被懸賞對象的宋良和 以及高冷淡然而沉默的賞金獵人 夏特丹科古斯 這兩名主角偶然 與某個慘不遠度的現場相遇 而從那一天起 良和便開始經常出現在夏特的身邊 讓人無從得知盯上他的目的 究竟是領有所圖 還是更深層且扭曲的愛 與眾多情犯中吐雲而出 鬼絕而刺激的戀愛懸疑劇 在接下來的動畫上 能否有好的表現呢? 薔薇王的葬裂 寫詩與丹美的畫風 也活著既奇幻又黑暗的 玫瑰戰爭 以莎士比亞的歷史劇為底改編 描寫15世紀赫赫有名的兩大家族 紅薔薇蘭開斯特與白薔薇 約克所掀起的薔薇戰爭 其背後的故事 約克王朝的最後一人國王 理查三世 因為具有雙性性徵 一出生就被母親視為惡魔之子 無法受到母親關愛的他 便將協助自己父親登上王位 視作活下去的最大動力 而在某次的偶遇中 一位自稱墨洋人的神秘男子 轉變了他的人生 整個局面一開始變得更加高深莫測 有著新進的糾結複雜 亦有著歷史的波爛壯闊 是一部深刻而風格獨特的作品 與成為異世界美少女的大叔一起 難分難捨 難能可貴 直男而上 哪天好朋友真的變成了美少女 你要再好好想一下呢 僅人蓋之 就是互為親妹竹馬 又是上班族友人的兩位總年大叔 因為又一個 閒閒沒事幹的女神關係 而被丟到異世界 不但其中一方變成了 可愛無比的美少女 還必須為了拯救世界討伐魔王 否則 就解不開 只要事先移對到彼此 就會親不自禁 喜歡上的詛咒 大叔與大叔之間的戀愛奇劇 就此開啟 講得輕鬆自在一點就是 帥哥美女互相魅惑的故事 講得硬派一點就是 男上加男 到底誰會先受不了這可怕的詛咒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少女前線 少女已經沒了 歡迎來到前線 由於隱喻五年半的手游改編 物語座標定於2062 在過去一個世紀以前發現的坍塌技術 2030年那一系列的連鎖浩劫 人類與城市的蒸發毀滅 以及數十年後 AI人型工廠鐵血工造失控後 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混亂世界 已是滿目闖遺 為了在這苟延殘船的年代建立秩序 安全城堡商格里芬站了出來 以優異的戰術演行極力抗爭 維持和平 然而更深的邪惡一開始從暗流中傳出 說實話曾經歷動畫短TV 小劇場泡麵翻 而後終於走到了正式動畫化這一步 看到自己長年喜愛的老婆女兒們 終於動起來了 不管如何應該都是開心的 也相信會是不少玩家 所忠心期盼的作品 戀上換裝娃娃 將興趣與戀愛濃縮成了一部炫目而幸福的作品 故事描述自人平凡 繼承了女兒截娃娃屬意的少年五條青菜 與總是位於小劑圈中心的 辣妹系少女喜多川海夢 姻緣機會下 這兩個對比鮮明 性格完全相反的人 從此也有了不一樣的交集 因為在服裝實習室進行作業時 被喜多川撞見 對方便拋出了請他幫忙製作cosplay服裝的要求 無法說出口的心情 逐漸明瞭 在一次次換裝的過程中 戀情亦開始磨牙 一個由尊重彼此的興趣開始的故事 不但在相似的青春題材上多了點心意 PVE所表現出來的水準 更讓人對張道雷的動畫 逆逆逆 明日同學的水手服 啊 水手服 這是多少紳士憧憬看到的景色呢 這部標題淺顯易懂的故事 發生在鄉下的名門女子中學 私立辣妹學園之中 從小就夢想著穿上水手服的明日小路 為了達成願景 立志要考上符合夢想的辣妹學園 而不久之後 其夢寐以求的國中水手服生活 終於來臨 抱持著興奮與期待 在一萬無忌綠於盎然的田園風景之中 全新的青春年華就此展開 從目前的片段就可以看出作畫對於言情動作的細膩表現 不但凸顯了主角可愛動人的樣貌 更在不斷不斷地強調水手服這個主題 伴隨著少女的獲利、笑容與校園生活 包括上一部介紹的鏈上換裝娃娃 Cloverworks青春作品連開 是否能在下一季拿下好成績呢? 擅長猪弄人的高木同學 3 2013開始連載的高木同學 閃瞎了眾人眼球8年 如今又將帶來第3個季度 繼續灑糖放閃 由山門重雲藍的漫畫改編而來 描寫13歲的高木 以及錫片同學 兩人相互嬉鬧的校園生活 高木平時以猪弄錫片為樂 喜愛他驚慌失措的模樣 但其實內心對錫片抱有好感 總是希望他能注意到他的愛慕之情 一場場甜蜜又鬥趣的日常校園喜劇 是否會在最後開花結果呢? 經過了兩季的洗禮 儘管我們的狗眼都差不多瞎了 高木同學卻又將在2022帶來更多的白畫面 然而原本就已經從第一季開始 越來越甜的動畫 再上另一個高峰 本作無論是在日常對話節奏的表現 高巧鯉魚與唯一貴事業的男女主角 在劇中的調情 還是越來越熟練與深入的感情戲 都令人看得津津有味 相信接下來的續篇 我們也依然什麼畫面都看不到 晉級的巨人 The Final Season Part 2 晉級已將無法停止 斷醉之時終將來到 最終竟一度停擺的時間齒輪 佔於這個動機 再次開始轉動 晉級的巨人時至今日 繁複而多變的劇情 這邊就不再多贅述 晉級說 在歷經的第一季愛蓮的成長 第二季調查兵團的出征與巨變 第三季血流成河的鬥爭 來到了第四季 以多重視角呈現 且飽含更多個人心理的主權 還有原作漫畫 幽包幽扁的完結 這個Final Season 也終將為這個 映上了AC局圈多年的故事 畫下去點 雖說由MAPA主導製作的最終季 與過往的風格劇情架構都有所差異 但整體來說 依然不失為一個刺激 且充滿勾心鬥角的浩大事實 比起巨人與巨人之間的戰鬥 我反而更期待各個角色內心的天然交戰 以及他們所會為他們的世界帶來的影響 巨人們已經開始行動了 等待許久的晉級 是否能 完美落寞呢? 上述的12部 量看起來沒那麼多 你自己又有哪些私心推薦的潛力作品呢? 請務必在下方的留言區讓我知道 而週末也會有曾在金馬影展入展的動畫 酷愛電影的龐波小姐的點評 還請大家屆時多多捧場一下 這部大概是今年最出色的動畫電影 然後也更別忘記多去看看我出版的可玩小說 同時訂閱支持我的頻道&社群 以追蹤更多的ACGN內容與小說創作喔 那麼 就這樣 我是雅思源 情緒是代理小編 初生晚餘的小說家 在RTN領魂市等次的評論家 屈居一鳴 創作之八了 請注意 這邊請下方的評論 請請訂閱 成員 有嗎